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根本没有办法相比较的 包括韩国的T50 它整个性能差距跟R39之间拉得就很大了 所以它在整个军贸市场上还打不开 但是我观察 有一个国家 确实走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转型的路线 就是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我在几次航空展上都看到 它整个展示的武器的体系 主要是陆战武器 包括自行榴弹炮 包括战术导弹系统等等 这些它确实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 它没有完全的造班西方的那一套设备 技术标准 而是做了一个融合 比如它原先的榴弹炮 自营火炮用的是苏联时代的152毫米的 那么现在改成155毫米 然后整个的火炮的整个的技术水平 在融合了西方的技术之后 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 然后尤其是它融合了西方的 包括弹道技术 再加上本身的自动装天技术之后 整个塞尔维亚的自营火炮技术 确实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然后再加上它的战术导弹或者叫寻飞弹 也是做的非常有特色 也是在世界上 我认为水平也是属于一流的这种水平 L39确实是整个销入不好 但是捷克的有一个 目前有一个就是做的比较好的 就是轻武器方面 这个我也是看了很多 提起捷克轻武器 我们最属于就是几个人机枪CB26 然后它现在也是延续了 整个的它从原先轻武器的设计思路 然后在吸收西方的一些理念之后 它现在也叫新一代的自动步枪 叫CJ系列 CJ805 然后CJ的布伦2 再包括它的新的冲冲枪 确实在整个西方市场上 它这一套体系 这一套轻武器体系非常受欢迎 包括现在法国 也采购了一批捷克的自动步枪 就是飞效比比较合适 比较合适 然后整个设计确实是理念非常好 包括我们的近平巴迪斯坦 也采购了一批捷克的布伦2 是自动步枪 确实这款步枪的整个性能 确实比较出色 包括整个设计精度 人机功效 做得都很好 歇得扩 hall darle 噗 赛 贊 达 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